那余将军刚讲到中国海军可能驻军所罗门 确实很有可能是他准备突破第二岛链的破口 没有错 上个礼拜我觉得那个阿金里诺他已经凸显了 这个中国在南海岛礁的这个军事化的这个威胁 那这个礼拜开始又开始把他在南太平洋的一个 地缘政治跟军事的一个部署 可以把它揭露出来 尤其是所罗门群岛 最近这个也发现说跟中国却有密约 那这个密约就允许这个中国在所罗门的这个图拉基岛 这个盖这个军港 然后呢这个现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公安跟武警 事实上已经进入到这个所罗门 去帮他们做这个警察的这个维安的一个训练 尤其是发现大批的这个训练用的 这个甲枪跟这个军事装备都是从中国 透过秘密管道 然后夹带在这个荧幕货轮上面夹带进来 而且都在私人的港口来下洩 目的就是要掩人耳目 所以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反对党也纷纷执疑 就是说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家的这一些港口 接受监督 那当然这个信息出来之后也引起了澳洲啦 纽西兰啦尤其是美国的注意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所罗门如果他在图拉基建这个军港的话 这个对美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的那个中国的这个核子浅检 他一直想要突破第一岛链 那他突破之后需要一个中途的一个港口 让他这个做补给 那目前来看 他就是选定在所罗门的这个图拉基 那另外就是说所罗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军 如果对美军实施这个情间争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话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敏感 如果说中国掌握了这一块 那对美国的这个第二岛链直接进行压迫 甚至到第三岛链去 那事实上这个澳洲政府美国 美国他这个去年就提供两千八百元 这个美军两千八百万给这个所罗门 而且呢他也准备这个要重启在所罗门的这个大使馆 那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去年十一月 所罗门发生这个暴动之后呢 澳洲现在的部队 还有这个这个PMG巴布新吉内亚都有部队还在里头 那也因为中国的武警进去之后 他们决定了反制 要延长到明年之后才考虑撤军 所以中国他虽然说动作很多 但我觉得就是说 以这个澳洲美国来讲 他们其实也注意到 他的这个黑手正在伸进来 好我们稍后回来